继土崩及水灾接连发生后 安邦在野五级板内二花园居民控诉 收集该区数个住宅花园雨水的防洪沟 被六尺高沙泥覆盖 又构成闪电水灾和排水阻碍滋生蚊虫 黄信居民表示 其住家对面有一条防洪沟 但近来大雨连连且每经历一次大雨 沟渠就会堆叠一尺高的沙泥 如今已积累于六尺 覆盖了沟渠总容量的一大半 该防洪沟容量很深 除了五级板卖二花园的雨天积水 也收集了包括了山坡地上方 几个住宅花园的雨水 并且导往一处突破 居民认为 早前该区发生夹杂泥浆的闪电水灾 和这次沙泥覆盖防洪沟有关联 这边的原本是 现在沙的上面到下面是人这么高的 现在变成这样了 而且过了这边 你看这边以前是有一个石头的 这是阻止那些东西跑下去 下面是湖来的 以前是水沟来的很深的 它如果栽不阻止的话 可能这边的沙已经停停那边 那水已经会流向那边 但是问题是它现在阻碍到我们的沟渠 沟渠水啊 我们沟渠水已经流不错 所以沟渠水已经满了 一下雨啊 上面那个花园的那个水啊 全部卸下来 卸下来就冲到那个山 那个山边的泥土全部流下来 能够采取行动来做了 不要真的是又损坏到物质 又死人的时候才做就麻烦了 我们只是知道它缩通这个东西 缩通我们的水 我们的沟渠 这样就解决真正的事情了 而且上面阻止它再崩下来 当地州议员李维昌表示 防洪沟的出水口 经过新街场淡江大道的地点 因此他已经告知大道方面这个问题 对方答应未来两周内 为派员采取挖走这些沙泥的工作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